我叫傅安恒,我今年五歲 有什麼動物是會問底褲的啦 是泡啦,泡問底褲 爽了起雞船 《暗海男人》 又加雞跡ㄣ 加入雞丁 是稀奇的荒田 advantage 這是稀奇的荒田 大家好,我是任佑,我住在香港,但是我今年六岁,从前有了山,山上有个苗,苗上有个和尚,他在那里讲的故事,这个故事是什么? 是一直都是长服不完的 叫羊羊,我今年五岁,我有一个好笑的东西给你听 有一只猪,只分一只,来穿深寶猪啦 我是九岁,学生最害怕什么鱼?学生最害怕的鱼就是东西班,因为没得升班 Why did the scarecrow get a promotion? Because he was outstanding Hello,我的名字叫做猫仔 今天妹妹去到玩具店,她看到有一个她很喜欢的猫公仔 然后她就闭上眼睛大声地说 神啊,求你刺个公仔给我啦 然后她的姐姐就说 你不用这么大声的,神不是撞龙的 然后妹妹就说了 不是啊,我是怕妈妈听不到啊 Hello,我叫恐龙 有一天小明走下山 明天他跌下山了 为什么他没有死到呢? 因为LOK 大家好,我是Andrew,今年九岁 我有一个IQ提给你 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儿子 一个是大目,一个是二目 第三个呢 答案就是小明 因为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儿子 拜拜 好 Hello,我是美人鱼公主 有一天 婆婆去街市买糖 接着婆婆就告诉老板 老板我要一根糖 麻烦 然后老板就开了胡椒粉的罐 不是啊,我是要糖 然后老板就说 我知道啊,这些是糖 不是啊,为什么你开着胡椒粉罐呢? 然后,是的 我知道啊,这些是糖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想让你知道是糖 多谢 多谢你收看 《生命工场》的 《小孩笑话台》 《粥粥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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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粥粥子》 《粥粥》 《粥粥》 《粥粥》